风潮皮鸟是我这两年最喜欢操作的医美项目 它的功能十分的强大 可以同时作用于改善肤色跟改善肤质的问题 肤色的话就包括很多问题都可以涉及到 就是像色斑、痘印或者说皮肤受损 留下来的一些色素沉淀 整体的肤色不均匀 都可以改善 肤质的话就包括像皮肤摸起来很粗糙 然后不平滑 然后毛孔比较粗大 皱纹比较明显 皮鸟都可以解决 所以在同样的一个trimment里面 它都难过到了改善这么多的问题 那首先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皮鸟是什么呢 皮鸟它是属于一种新型的激光 传统型的激光我们说是纳鸟技术 皮鸟的话就是一个皮鸟相当于一千分之一的纳鸟 那么快的速度其实它是来不及产生热能的 所以它就大大的降低了热损伤导致的很长的一个恢复期血肉模糊 这种可怕的画面 那它跟传统性的激光的优势 传统性的激光如果你的这颗斑比喻成一块比较大的石头 那传统型的激光呢 它一束能量光打进去 它就变成了块状的小石头 那如果说它比较顽固的话 它变成了比较大块的石头块 它是很难被我们的白细胞代谢掉的 所以说传统型的激光对于比较表浅的色斑效果不错的 可是如果对于一些顽固型的色斑的话 只能改善20%到30% 那同样的一颗石头 它一束非常强大的能量光打进去之后 它会变成很粉碎的粉末状 那它就非常容易的被我们的白细胞代谢掉了 所以无论是顽固或者不顽固的色斑 用皮苗都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风草皮苗 它有一个风草滤镜是属于这个专利技术 这个风草滤镜的功能呢 就在于保护咱们的表皮不受损的情况下 它这个光能注入到你的真皮层次 寄到你的胶原蛋白啊 新生胶原蛋白跟新生弹力纤维产生 所以一旦这种比较足够多的时候 你皮肤就会增加皮肤弹性 所以像你的毛孔弹性增加了之后 你增加了它的收缩力度 看起来毛孔就会有收缩的效果 然后作纹因为胶原蛋白增加了 它的弹性增加 所以也会受到软化 那整体比较凹凸的部分都会受到改善 所以整体的肤质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所以风草皮鸟呢 我很喜爱它的一个原因就是 它做完之后因为热损伤很小 所以它的恢复期非常短 一般我们的客人做完皮鸟的当天晚上 基本上就恢复到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皮肤也不会特别的红肿 第二天可以正常的化妆 正常的上班 不影响时正常的生活活动 那它的效果也非常强大 一个风草皮鸟就可以同时达到好几种不同仪器的功能 所以也缩短了恢复时间 缩短了治疗时间 跟达到了一个更大的效果